教育部副部长拿督张顺文 今早前往森美兰州 武来岸新村国民行华小 监督该校小六评估考试 UBSL的准备工作 张顺文对校方的安排感到非常满意 还亲切地为所有25名考生加油打气 勉励他们不要过于压力 轻松硬考 我都会每一年都选择不同的学校 从城市的到班城市的到乡镇 我们都要看一下我们在不同地方考试 有没有面对任何问题都顺利吗 那么在考场的环境怎么样 那我对于这些华小的环境非常满意 对于考场的设备也非常满意 对于今年的UBSL没有发生 包括泄体等不愉快事件 张顺文感到欣慰 全国红布进行的这个考试看来都很顺利 没有接获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或者这个泄体等等的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非常的顺利 张顺文也指出 今年的UBSL考生人数和往年相差不远 他有信心各校可以继续保持良好的成绩水平 MTV7崇伟恒 森美兰采访我到 MTV7崇伟恒